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眸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眸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 拼经济反网报 好 今次就讲下一个我非常羡慕的国家 因为国家的人 都懂很多种预言 就是瑞士 瑞士讲法文的比较多 讲德文和意大利文都很多 瑞士是世界上首个永久中立国 资料也显示瑞士是国际法当中 唯一明确 规定永久中立的国家 但是今次 这个永久中立国 有些事情可能就会放弃 但是这种放弃 也让国内的民众有所担心 那究竟他们打算 是做什么呢 原来瑞士国会 就是 昨天通过了 投票 要求 修改法 是开放第三国 可以把瑞士制造的 战争物资 转运到乌克兰 根据 瑞士的战争物资法 只要 接收国是处于国际武装冲突 出口 请求 将没办法获准 所以 瑞士 至今 都不允许 其他国家 将瑞士制造的 军备 转出口 遭到战争当中的国家 当然 是战争当中的国家 现在有个国家叫 乌克兰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 瑞士要符合 他们 严谨的 永久中立国原则 包括 军事中立 如果 他开放第三国转运瑞士制的军备 去乌克兰 其实就是破坏了这个军事中立原则 瑞士国会安全政策委员会 昨天就以14票同意 11票反对 是通过了动议 要求 修改 战争物资 转运规定 安全政策委员会 就说 这项动议 就主张 如果有违反国际禁止使用武力的情况之下 尤其是 在现在的欧乌战争 应该是要撤销这项 非再出口的声明 但是 这个动议内容 都留了一条后路 就是 如果撤销非再出口声明 待 瑞士外交政策 构成 重大风险的时候 瑞士政府 依然 是可以 决定维持禁运 这个武器 即是 如果有外交重大风险 我们 也不会转运到乌克兰 留了涂生口 其实也对的 你不留涂生口 说到什么都死了 自己就不能转身 动议内容 有待全 国会批准后才会实施 委员会考虑 提出两点建议 其中一个就是当联合国大使 至少三分之二 成员认定 国际是存有非法使用军备情况下 可以撤销非再出口声明 第二就是 制定一套紧急法令 即是在俄乌战争的时候 只要是 确定战争物资将会 在运送到乌克兰的情况下 将使用非再出口声明 失效 即是转到乌克兰 这条声明就失效了 声明也说 相关的修改应该迅速 这样 搞的 并且 要在2025年底实施 不是 实施到2025年底 即是快点通过 实施到2025年底 都挺长的 委员会多数成员认为 瑞士 透过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 重要援助 可以确保欧洲安全 不过 亦有人担心 将战争物资 运送到乌克兰 就会危及到瑞士的永久中立地位 这个准备修改的法规 有些人说 可以在符合瑞士中立的立场之下 因为新规定 并不允许直接向冲突地区出口战争物资 我们是转运 又被你兜了 是的 比如 很简单 瑞士轮角 德国 法国 还有意大利 这三个都是欧盟国家 转过去其中一个国家 我转了给你们 之后的我不知道 行不行 这个开放第三国转运瑞士制的军备到乌克兰 其实都 他都可以说 我被我轮角 我不知道他们做什么 是吧 哈哈哈 说回瑞士的中立地位 瑞士在1815年通过维亚纳 工会宣言成为永久中立国 并且得到维亚纳 工会决议书等等的公约认定 奥地利也是 自己是中立国 奥地利在1955年通过和美国 苏联 英国法国制定 重建独立 及民主 与澳地利国际条约 成为永久中立国 其实其他的国家 好像比利时和卢森堡 曾经在1839年和1867年 先后根据伦敦协议成为永久中立国 但是 但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 就被德国破坏了 你想想比利时 当然不是中立 比利时、布鲁塞尔是欧盟的 总部地方 怎么是中立呢 当然瑞士现在 压力都很大 因为 瑞士 被 乌克兰 逼他做件事 是什么呢 就是没收了俄方的资产 用来 帮忙重建乌克兰 其实这条不仅是瑞士不肯 之前耶伦都说不可以 是不可以的 冻结可以 没收 乌克兰 给他重建是不可以的 瑞士联邦的外交部长 卡西斯 他在 旭格斯世界经济论坛上 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没收俄罗斯资金 不可以用在重建乌克兰 他也说 他强调 大家都很清楚 俄罗斯造成的损失 应该是由俄罗斯 来收货 但是 在 必须的法律框架之下 才可以行事 否则 指责别人违反法律的时候 我们的可信度就会失去 所以其实 瑞士的永久中立性 是很重要 如果你 肯开放 刚才我们说的 把瑞士制的东西给第三国 第三国再运到乌克兰 会不会选择中立性 其实也有机会 他们也要想一想 瑞士 扣押的俄罗斯资产 有75亿 瑞士法郎 大概 就是 这个 我想都有 600亿 港元 来自 受到制裁的寡头 因为你知道瑞士银行 他们 都是跟俄罗斯政府高层 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但是 到今时今刻为止 乌克兰 一再要求 永久地占有 这笔资金 用在 支付战争损失 并且 得到国际社会实质认可 但是 最搞笑 两样东西都没有 做得成 就是 永久占有 瑞士不肯 得到国际社会实质认可 都不肯 耶论都说不行 当时说 没有法律依据 到现在都是没有的 是的 还有你这样做 人家就说 你说普京 没收了你的 暖差 普京就说 那你们一样 没收 俄罗斯公民的 财产暖差 那你就等于 不单没有法律依据 也没有了道德高地 当然 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 你刚才说得对 因为这些被冻结的资金 其实 很多不是非法收入 他们真的做生意 没有法律依据 他们会挑战你 是的 然后你 没忘记 刚才你说 拿来重建 我们已经说了 十万次了 你都没打完 你怎么重建 你重建什么 没错 很难的 你怎么做 没可能的 苏瑞士的 你都没平息下来 我当你重建到一半 万一再狂躬一夜 那你多多次 你重建都是没有的 都是扔到咸水海的 苏瑞士这件事是相当清晰的 他外长说的也对 没有法律依据我怎么没收再给你重建 而且扔到咸水海 扔到咸水海 他就不敢说 因为政治正确 瑞士跟G7七国集团 还有欧盟还有联合国一起努力 希望可以找到 实现乌克兰诉求的合法途径 就是要有法理依据才行 自从去年二月 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瑞士 都打算是秉承他们中立的政策 但是 他们亦都想支持 乌克兰 在两个之间找平衡 起初 瑞士是拒绝对 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的 但逼于国内外的压力 主要是国外 改变了立场 很多国家 都考虑 将 从俄罗斯没收的资产 用在 支付乌克兰在战争中的损失 但是法律层面 实施是困难重重 是很难的 连美国和耶伦都不敢这样做 在上星期瑞士 将今年乌克兰 重建会议的领导权交给英国 瑞士同时也作出上述的表态 在去年七月 第一次重建会议就在瑞士的城市 劳加洛举行 乌克兰总理 什维加尔 通过视频 网友说 我们 修复起码要七千亿美金 也说 从俄方扣押的资产 可以做我们的资金 重建 不行 西方不肯 他说当无资急就修复 烏克兰电力系统 因为被俄军抗轰 由于无人机 向烏克兰电力 基建抗轰很多次 他也说 俄罗斯必须 可以补偿给乌克兰 他也提出 运输和物流基础设施 工厂和七百万 因为战争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 是需要钱去重建的 希望瑞士可以把这笔钱放出来 瑞士就不肯 不肯 不肯是正常的 他就说 战事造成的损失 他跟你说一样 瑞士的外长就说 是不断地被破坏 又再收复 究竟什么时候才可以 正式是可以重建 没人知道 之后他就说 他就说有瑞士民众和媒体反问他 战争刚刚开始你就说重建 你傻了 乌克兰真的这么说 其实他用这句话就说乌克兰 但不敢直接说 他就说真的很大风险 乌克兰和瑞士做好挑战 我们将会帮你们重建一个活力的国家 但是 你说肯不肯放这笔钱 瑞士今时今日 都是不肯 都是不肯 那是一件好事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另外还有一件事 就是 很多欧盟国家也逼瑞士 逼瑞士什么呢 就是 制裁中国 但是瑞士在制裁问题上 就被一些欧盟的媒体说 杀太极 为什么呢? 因为瑞士联邦政府 自从 2021年3月起 就考虑是不是采纳欧盟针对中国的制裁措施 不过 这么久了 一年半 政府就在12月对这个议题进行了第二次讨论 但是 还是未有订论的 欧盟就失去 这个内心了 当然 政府就说 我们会进一步 研究制裁措施 现有的法律依据 你看瑞士国家什么都说法律依据 其实 因为他们担心 第一 究竟 是不是真的 要制裁中国呢 制裁中国 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 就是维吾尔人 就是之前 澳大利亚占 政策研究所 强迫努动 这些 欧盟当时 采取了制裁措施 当然 后来瑞士 其实沙铁也是很棒的 免得跟着你 乱叉来 瑞士 和中国 都有很多贸易往来 昨天 最新的数据也公布了 去年中国从瑞士进口了更多黄金 从瑞士进口了 524吨黄金 从这个实例来说 明明你是中立的 是否应该什么都跟着欧盟 跟中国撑到行一行 值不值得呢 我相信瑞士也有个 选择的 其实瑞士 2022年 对中国 这个 黄金出口 是四年来的新高 大概是330亿 也是一个很大的生意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黄金私费国 其次 就是很草的金的引导 当然主要是来自零售投资 和珠宝需求 所以又是这样 跟中国撑到行一行 究竟 是不是 一个好的事情 我觉得就不是 因为瑞士的驻华大使 亦都说他们都很希望 两个国家有对话 和有更加深入的合作 我都希望瑞士依然保持 它的永久中立原则 因为 这样来说 其实对于自己国家来说 是一个很辛苦 不站边 这边稳定 稳定 有得转身 好,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